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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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了之後,譬如到現在,你都住了20年 很多人會覺得時間衝突一切 無論是你那時候害怕,或者是 覺得自己來自香港 但其實你都完全住在這裡 融入了20年,為什麼你這兩三年 又會覺得,其實我還是一個香港人 其實那個感受 你自己去 觀察一下 你的情緒,其實是怎麼出來的 哦,其實 剛剛結婚的時候 是2014 雨傘 雨傘是2014 我想 我想 我老婆也很不喜歡 我記得煮飯那段時間 我天天晚上 看著YouTube 我想當時 突然覺得 以前害怕的東西 終於出來了 之前幾年 都是紅色資本 但是大部分 譬如是 自由描述 在傳媒上 傳媒生態 當然在那時候 法庭都沒有呈現 現在有這些問題 但是 雨傘之後就發覺 不是 其實就算是理性不理性 也好 有些申訴 有些把民生的東西轉成 由於民生的問題 變成政治議題 所以 大家都抒發不了政治也好 民生也好 所以我看到 社會 把紅色資本更加 向前推進 好像對自己之前 想到的事情 好像是應驗了 這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 對我來說 2019 我想 大家看到有些事情 是 過不了自己的關 對我自己說 是無法正確的 但是 我有些朋友 例如在馬來西亞 在這裏 俗書的時候 他們去香港工作 那他們 因為 他們自己的家庭關係 認識了藍絲 他們都會變成藍絲 沒有辦法 那 我自己 家人 都有 家族裡面 有自己的 大家自己的 關注 這個 很多香港人都看到 我的好處就是 我不需要在家裡 所以 所以 可以 避免了一些 不必要的衝突 那 那 但是 說回這個問題 就是說 唉 我想 2019 是一個底線的問題 一個 一個 我接受不了 就是 二年一世 可以不同 我有跟朋友說 但是 2019 真的是 整年 我的Facebook 是想 告訴我 所認識的朋友 大部分 都不在香港 那 我發覺 其實一個問題 2019 你沒有問這個問題 但是 香港很多東西 出來 我仍然發覺 你在地道 香港的資料 或者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出來 都仍然不夠 不夠多 是用英文 表達出來 那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是 就是 很多時候 大家找到 就是 我在南華早報出 我們在澳洲的人 就會看到 或者 南華早報出了 然後有幾個 有幾個大報紙 在這裡 會跟回 其實這 近兩三年 因為 2019 我拆開了一點話題 但是因為 2019 很多報紙都有專門 記者 是專門 在香港和大陸 有很多 都已經 不可以 在大陸 留Visa 那 當然其中 有一些記者 也都在香港 或者在大陸 那 他們對 那邊的 了解 都 比較深入 那 所以 他們其實都跟得很貼 就算是華人 記者也好 英語記者也好 那麼 比在2019 之前是差很遠 但是 但是 仍然 在 資訊 傳送方面 都好像 慢了 仍然是 優待改善 可以 可以更加 對 剛才是說 你對香港的觀察 其實 依然是很近的 但是我想很多朋友想想過的問題 你走了20年 那20年來每天都看香港新聞 你依然是有很多在這一邊的 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還是 其實都是這兩三年突然之間 香港搞成這樣 才有一種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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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覺 原來我還是香港人 原來我不是澳洲人 你在這方面 怎樣去看自己的身份 我想 2019 是令我 我記得 哭著 跟那個老婆說 不是 我真的是 香港人 從文化上 因為 我想 最主要 一個問題是 我看著 Youtube 我真的哭了出來 我看著 時代革命 我真的哭了出來 我沒有辦法 只不哭 這兩件事 但我跟朋友說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 有同理心 但是 他們 沒有 沒有那個 context 沒有 沒有那個親身的經驗 所以 所以 在那一剎那 我會知道 我還是一個香港人 這個是 和我本身 離開了香港 有幾多年 沒有關係 特別是 我已經 在香港 很多年 然後才離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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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 我那個connection 沒有離開 我想 我記得的 很多是90年代的 事情 我聽回來 是2000年之後 譬如說 上上水 那些 遊客 或者 或者 鮮沙咀不改 全部都是 藥房 等等 沒有東西 總會 那些 聽回來 也有 我又 回去香港 那 沒有特別去看 那些 但是 親戚 朋友 都還在香港 他們都會再說 但是 這邊 頭的十年 都不是很多香港的朋友一直維持聯絡 有幾個在香港來的大學同學 但是 一定是2019 一定是 一定是 那個 那個 情感的反應 我看了 有些 畫面 那 譬如說 你講到下一代 或者你身邊的人 那你太太又怎樣去看 你下一代又怎樣去看 你 她們懂不懂廣東話呢 不懂 但是 那就 有學的 其實我太太是白人 但是她去了日本好幾次 她也很厲害 她也在大學做過 和法律有關的 研究工作 我們也去過日本好幾次 那 所以 因為她作為她自己的職業的關係 那 還有 因為我們走在一起 和我們 本身 對 對 對 governance 或者 甚至 透明度 政府的 政府的 資訊自由 那類 我們 我們 對 對 這些事情 是挺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兩個 走在一起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至於 怎樣來看 她作為一個 澳洲人 我想她作為一個澳洲人 但是 當然 她 如果不是2019 的話 我想我們會回香港 多很多 那 也想過 之前 不如回香港 做半年 一年 感受一下 在那裏 工作 讀書 或者 生活的 氣氛 這些 應該 接下來 短期內 不會發生 現在 但是 至於 這邊 也由於 2019 之後 在悉尼和密爾本 也多了 很多 這些團體 是香港人的團體 由於這樣的關係 都認識了很多 香港人 當然有些是最近才來 也有些是來了十幾年 那 所以 所以 其實 要找香港人 其實是找到的 也要 賣奴取暖 也可以的 那 我自己 由於 來得來的關係 所以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就是 沒有那個需要 如果說 要圍奴的話 但是 但是 我絕對 很想去 跟香港人 聯繫 跟他們一起走 這段時間 特別是 在之前幾年 因為 我發覺 2019 之後 當然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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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是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那 香港人 這邊 都 都 我認識那些人 都幾團結 也都 在Facebook 也都見到很多 不同的香港人 那些groups 那 或者是 教會 等等 很多 很多香港人 不同的團體 事情 是 多 都 都是 都 很多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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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你覺得你再傳承下去,他們會不會都分享到這種 sentiment,或者你是一個mix的環境長大,真是多餘文化,他們又怎樣看自己的根? 我想很多人都會提及這個問題,究竟我們與猶太人相似嗎? 他們有幾個dimension,我們是沒有的,譬如我們有同盟,但不是同宗教,以及歷史上比較diverse 大部分香港人,可能兩三代在香港人,不是漁村的時候開始 我想你以前那些片段說過,我們有沒有核心價值,或者有沒有那類intangible value 所以放我們在一起,我想如果是有這樣的value,可以教下一代 我想跟澳洲有點不同,我以自己認知的香港人,對言論自由和法治 我不知是,可能是一種很,我對那個信仰的程度其實是比很多西方國家的人高了很多 甚至乎我有些問一些很高的教育的朋友,可能他讀了PhD,他自己很順利,不要說disciplinar 但是他們都會問我,你會說rule of law,什麼為之法治 但是如果你在90年代2000年代,或者有跟開一些東西,比如有些香港人都認識的陳文敏 或者其他法律人士,或者佔中歐的人士,那些都是法律界人士,那他們其實對香港人對法治的認識,或者對自由的認識其實都... 或者對政府在負責任的民意,或者對政府在負責任的民意題上 我想香港人是很獨特的,在這方面,浸淫了很多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自己,但是我... 對這些概念,起碼香港人會浪漫上口 反而是比在其他地,澳洲自己已經有這個分別了 所以我想如果是...如果想帶我們的下一代去認識什麼意思 或者是香港,可能這些是其中... 其中一些東西我想去... 傳承吧 不一定是地方,因為地方就是改了 五年,譬如大埔,沙田都改了,或者九龍堂那些也改了 所以一定不是地方了 甚至乎人也不是一樣,你看一些明星 所以... 主要是看一些價值 香港人可能未必...有時候香港人未必看到 他們對西方的角度,理解是有一點點浪漫主義 那這個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 但是... 在這裏住得久,或者在波林喜國 你當然在各個國家會發現 不是每個人都很明白 其實他們的系統有些... 不是每個本地人都明白他們的系統裏面 比起其他國家有些什麼好些 什麼不好些,他們全部是... 從他們自己的國家本位去看他們自己的國家的系統 不是從外界去看 所以... 對... 在那個角度上面有分別 我們今天談到這裡先 我們想... 下載一點點 其實我想大家有很多... 心裏面的疑問 都是每個人的經驗都不同的 究竟是離開之後怎樣保持自己的身份 你覺得自己是什麼人,或者你... 什麼會導致到那個情況,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我想見到Victor的經歷 A,你可以去澳洲,在政府上班 雖然你是要代表澳洲政府上班 但是也沒有人去阻撓 阻撓你去對香港的感情 那樣東西已經是一種... 嘗試兼顧不同的方面的一個成功案例 我想現在大家很需要這些情況 很多種種人物 始終他們跟一般人是有距離的 但我們見到是... 譬如20年前或是... 之前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有比較有優勢的發展 其實都會令到很多現在離開的朋友 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所以這次我們希望你的經歷 都可以導致到大家 那我們... 有緣在澳洲再見 好,謝謝西文 謝謝大家保重 保重